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4年 7月30日 星期二 中國的游泳隊 今屆很多很多醜聞出現 包括 國際奧委會 用這個威脅的方式 跟美國說 只要你們 不繼續追查這個 中國泳隊 吃禁藥的問題 我們就讓你 鹽湖城主辦冬季奧運 結果美國那方面就妥協 當然 追究 中國的 食禁藥的問題 跟 奧委會當然是很大的問題 而美國其實也出動 情報部門 中情局去介入這件事 這件事其實是有嚇問的 不過這宗醜聞傳出來 很明顯 中國就是要靠禁藥才可以有好成績 是不是真的 人們說不是的 中國就是靠實力的 結果 昨天就打臉了 怎麼打呢 中國一男一女的 蛙王蝶後 兩個都充金失敗 就在7月28日的奧運會游泳項目比賽之中 蝶後 張宇飛 在女子100米蝶泳決賽 輸了 只是得到一個銅牌而已 而蛙王尋海洋 在男子100米蛙泳決賽 只有地七 三甲不入 好了 究竟是甚麼原因呢 其實在兩個多月前 紐約時報披露 2021年 東京夏季奧運會前幾個月 有23個中國頂級游泳運動員的心臟藥物檢測結果 都是呈陽性 即是靠食藥 中國的反興粉劑機構 將藥檢結果呈陽性的原因 歸咎起一宗大型的污染事件 他們說 他們在這些游泳運動員比賽的時候 住在一間酒店 吃了酒店供應的食物 結果無意之中涉入了遺禁的藥物 叫做曲尾他蟲 好了 這種食物 實際上 是不可能會在 這個簡單的餐廳裏面或者酒店裏面找得到的 這是一種很特殊的藥物來的 他這個說法 當然全世界都不服 不過國際奧委會 服了 因為國際奧委會 就跟世衛組織一樣 都是收了中共錢的五毛組織 好了 好了 所以 他們 根本上也解釋不了為什麼會涉入這種藥物 因為這些藥物 不是一般地方可以買得到的 那麼究竟這些 酒店 餐廳 他們在哪裡買回來呢 這些不是 普通的滴滴胃 蘇丹紅 不是一向在食物上 添加的東西來的 世界反興奮機構 在各國都沒有辦法妥視管理本國運動員 是時候做最後防線 但是這個機構接受了中國的一面支持 拒絕進行自己的調查 或者對這個運動員進行處分 所以 這個世界反興粉濟機構實際上已經被中共 控制了 而國際奧委會也一樣被中共控制了 兩個機構也是幫中共 投資抹粉 中國的前 奧運冠軍 跳水女王高敏 在微博發帖 他們就說 我對他們很不公平 運動員賽前的訓練肯定出了問題 一天來檢測七次興奮劑 根本就干預我們 為什麼要對我們中國的泳隊一天檢測那麼多次呢 因為你們有案底嘛 你們是習慣的 你們吃開藥的嘛 根本這類爆炸性的運動員 需要體力爆炸性的 中國的運動員 全部吃興奮劑 我們負責任地說一句 全部吃興奮劑 由以前馬家軍開始 其實已經是 當然 當時俄稱說吃中藥 實際上是假的 全部都是吃興奮劑 其實這個不只是中國的 前蘇聯 包括羅馬尼亞 以前的東歐國家 全部都是吃同一隻興奮劑 之後不斷改良 他們 那些技術代代相傳 甚至乎不斷研發新的技術 去避開 這個檢測 但是最終也沒有辦法 他們 現在只能夠靠收買 因為你檢測到的嘛 你這個反興奮劑機構 檢測到的嘛 你這個反興奮劑機構 檢測到的食物 那麼他們反對的理由當然是很多警察吸毒 看看這件事 你看到這一屆中國有很多 運動員失準 其實 不只是一個游泳的 不過游泳 是需要爆炸力 尤其是100米 比如說 蛙泳 蝶泳 自由式 背泳 或者是 組合 團體賽 混雙 或者是任何這些比賽 需要爆炸力很強 其實田徑是一樣的 以前大家記得 莊信 飛人莊信 姬妃符 劉逆思 有部份 他們也是跑得很快 但是也有人 有一個食藥的嫌疑 甚至乎被人驗出之後 瘋奪金牌 很多的 因為 你那種 因為 你那種 增0.1秒 或者0.2秒 就是靠藥物去吹谷 人類是有一個極限的 當然 你要刺激你的極限的時候 每個人的體質不同 所以 很多時候 他們就透過食藥 去吹谷運動員 令到他的爆炸力更強 突然間也爆發 那麼 吃完之後 要想辦法去沖 喝了酒 酒架之後 吹波仔 就狂喝水 狂喝十支蒸餾水 沖淡血液裡面的酒精含量 他們希望這樣做 這件事 是有的 我看到 很正常 作弊 出色的人 一定是 想盡辦法 做這些壞事 不會有人承認 尤其是中國 中國隊 本身 其實這就是 是一個黨國體制 是吧 大家想想 他們的運動員 很多時候 出來之後 不懂字 甚至乎 懂字很少 只能夠有小學程度 因為他們 一生人 就是為了 要在奧運會上 為國家爭光 現在其實中國人開始覺醒了 是不是 你留意澳門軍牌 關我甚麼事 是不是 你讓我覺得高興 我高興不了 我們看病 我們看不起 我們 甚至連吃飯也吃不起 不要說病 別說這些高級的 我們住也沒有地方住 買樓 買到一些爛尾樓 銀行的存款 又被你們吞了 又被人吞了 又被人吞了 然後被人騙了 又沒有任何正義的可言 甚至乎家裡的小孩被人拐了 失了鐘 有些人是抹摘器官 年輕 二十多歲 很健康 扭傷腳也沒有 老死亡 氣官也拿了 上訪又被你說是反動分子 然後又被抓 你告訴我 一面奧運金牌 你每天一百面奧運金牌 我也沒辦法覺得自己很光榮 關我甚麼事 其實現在香港有部分人是這樣想的 當然啦 外面媒體是不可以報導這些東西的 你試試問茶餐廳老闆 奧運金牌 張家朗拿到金牌 最新的 你高不高興 你怎麼高興得來 店舖也沒有生意 那些人會不會因為張家朗拿了金牌 多吃個乾炒牛河 最簡單的一件事 兩送飯有些生意的 其他的餐廳沒有生意的 小店要倒閉了 你不問小店 你興不興奮嗎 你覺得 江文衛拿了金牌 張家朗也拿了金牌 哎呀我們香港很光榮 一天都光光了 不會呀 因為你越來越覺得這些東西不關你的事 是不是 不覺得光榮 有甚麼光榮 你說運動員 小孩子應該明明有機會參賽的 因為他不是你們堂口就不准參賽 結果 看著別人去比賽奧運 小孩子游泳游得很好 也不能代表香港 我們看到也有香港運動員 代表香港港隊的 結果 因為那個示威被人拘捕了 現在在坐牢 在監獄裏面 你會看到 你怎麼興奮得下 你又不是吃興奮劑 我沒有興奮的 我一點感覺都沒有啊 你明白嗎 之前有一條短片是在上海 很流行的 就是有一個上海人 很自豪地 向一個外地來的人說 好像是台灣人 不知道台灣還是哪裡 你看到 金牟大廈 六家咀 哇 多繁榮 然後台灣人問他 你 那麼引以自豪 你經常在這裏住的 哪裏住得起啊 買幾千元一晚 你在附近寫字樓上班 哪裏那麼幸運啊 我們普通打工仔 胃口奔馳 做點牛工 你又不在這裏上班 你又沒有在這裏住過 這裏所有事情你都用不起 關你甚麼事 國家繁榮關你甚麼事 我想問一下 跟你一點關係也沒有的 是不是 即是你呢 在香港的地裏有李嘉誠 你看我們香港多厲害 我們多光榮啊 我們有世界首富 我們有華人首富 也不是他 華人首富叫鍾閃閃 我們有個香港巨富啊 李嘉誠多厲害 你會不會站在李嘉誠門口 覺得你很自豪啊 作為香港人 你不會的 關你甚麼事 對不對 幸好李嘉誠門口沒有養狗 也會放狗咬你 但是呢 共產黨 會放狗咬你 所以 一說起奧運 現在為甚麼人 不關心 就是一個原因 因為你看到很多東西 你 高興不起你 是不是 反而現在回到頭了 我看到內地有很多朋友 看到中國隊沒有金牌 他們很開心 他們說 大家都是甚麼 你們用那麼多錢 花那麼多錢 我們當然想你輸 贏了我們沒有好處 想你輸多一點 好 這次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亦都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多謝 拜拜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道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請問一下 Circ 一樣 用來自動餐廳的方式 先充分 保抖